又答案各位全民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封路老師 其實今天9點到10點的同時 投資人都在問 原本手上強勢的車電股 拉回到底要不要先賣一趟 強勢車電股拉回了 今天最明顯的當然就是電池三雄 康普 美其馬 巨核 現在都在盤下 甚至2481的強茂 跟這個二集體相關的強茂 今天也是開屏走低之後 目前跌幅超過了4% 昨天還有見到 這個高點之後 今天的高點是在125 那其實近期有看到這個 隔日沖大戶的影子 又衝進去這些車電股了 二集體 導線架還有電池 你覺得現在有過熱的疑慮嗎 好 我想股價一直都在創新高 那創新高本來就會有出現 這樣子追價的一個買盤 但是大家知道 這個煙火是怎麼樣放的 飛到上面大家都看到 炸開來很漂亮的火花的時候 全市場都看到了 那是不是就是短線要休息了 好 我就用這樣子來做一個 針對現時階段很多車電已經漲高 或者是甚至於是 元宇宙這個概念股 很多漲高了 我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跟大家來去做一個比喻 因為我一直以來操作的策略 都是在底部 都是在找尋新的體產 就像我今天看到這個牌面 不管是元宇宙 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最早在跟大家講的 宏達電今天還在創新高 那我們接著跟大家講 最後一檔的元宇宙是誰 其實是5351的預創 對不對 當時候在50出頭附近 現在今天又漲停板 連續兩天跳空 那我其實在今天又簡單帶一下 我覺得像現在的預創 都已經漲到這個位置 那你如果再去看元宇宙的話 其實我之前跟大家講 卡位法說行情 也是利基型記憶體 3006的金豪科 它是不是昨天的法說裡面 也提到 元宇宙也需要很多利基型的記憶體 那當然這個是它的強項 所以今天早上股票也是往上漲 從我們當時候跟大家在講的時候 位置在哪裡 也是在季線附近下面 對不對 法說前 我說你在季線附近去找 然後法人員我買 那時候股價才130多塊 今天最高155塊 我覺得這都是 我一直跟大家來講的 低檔布局的概念 那我看到今天這樣子的一個題材 持續在發酵過程裡面 我在看元宇宙真的很熱很熱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現在的像特斯拉 它最近公告的一個 特斯拉也非常熱 特斯拉又創了歷史新高 已經穿上短短幾個家 一日又漲20% 已經拿到1200塊美金 那我看了一下 它的一個最重要的 新的一個題材是 它要公告 免費讓車主去下載 車哨衛兵軟體功能 就是在車上的衛兵 車哨衛兵 那還有就像蘋果也公告 它MR的頭盔 即將要上市 那我再看到了中華電信也說 它的線上法說也說 它要首創深扣公物 而且要加速建設5G 拼年底基地要超過1.2萬 好 其實我看了這麼多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元宇宙 特斯拉的車哨 MR頭盔 這也就是元宇宙 然後中華電信線上購物 聲控購物等等 這些事實都需要 穩定高速率的網路需求 好 那這個就是我要今天跟大家講 我想到新的一個題材 而這兩天我又看到一個 很多樣的新聞是 愛力信集團 它也要搶進元宇宙 我相信這大家都要做 它要推出一個全新 端到端的解決方案 叫做時間關鍵型通訊 好 這可以提升5G的網路能力 好 解決方案 它這個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題材是可以提供 時間關鍵性通訊應用 所需要的低延遲跟高可靠性 好 這個其實可以讓 不管是消費者或是企業 甚至於是工部門 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強化到它的一個使用體驗 好 不管是你在雲端遊戲 ARVR等等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第一個 低延遲性 你就不會你看到你手機 在上網的時候 它有一個圈圈一直轉 有沒有 這叫延遲性 它不會有低 不會有這樣的延遲性 第二個高可靠性 還有就是資安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 同時間會有兩台路由器 兩個點對點 一個不行 另外一個馬上就接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特殊的叫做 所謂的一個關鍵任務網路 MCC 我幫大家找到這一家 是台灣唯一一家 也是全球前三大的 這個關鍵任務網路業者 這個代號就是3025的心通 好 我先跟大家來講 這個關鍵是 我們現在看到一大堆的網通 基本上都是在走 所謂的網通晶片 但是我們在講到的 特殊的網路股干 這個就是很特別 我們過去知道 所謂的網路 大概就是大家講的電信 電信商對不對 但其實它有一個部門 叫做MCC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 特殊任務網路 這是一個特殊的市場 它簡單來講就是一個 骨幹網路 那在各個點跟點 它是透過交換器來做連接 從感應器到控制中心 它會有兩個網路路由 一條網路斷掉 另外一條路就可以走 不會讓你錯失任何訊息 可以提高網路的可用性 品質 效能 還有資安防護 那這個就是現階段 元宇宙 如果你要提到最好的體驗 我就是不會斷 我就是安全 我就是不容易被駭客入侵 那這個其實在各國的政府 還就像鐵道 油田 其實基本上都是採用 所謂的關鍵性網路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 我所看到新的一個東西 叫做MCC的部分 那國內當然代表股就是3025的新通 那新通大家可以先去留意到 它的技術形態 我相信這個是很關鍵 因為第一個 我跟大家報告 已經是股價未接低 它的一個高點在去年的12月 當最高45.95 現在大概只有一半多一點 好 股價其實在這段時間 悄悄的站上了季線 來 請大家注意 從5月到現在 已經是5個月的大底部 半年線也全部站上 這裡面又出現到 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你看量價結構 10月21號有一個大量 那隔天又出現大量之後整理 10月26號再出現一個大量 好 這邊整理完之後 昨天剛剛轉牆 今天再出現一個量能往上攻擊 全部的量能已經全部越過 就表示過去這5個月的一個底部 已經完成 這是我先跟大家來報告 技術面上絕對的低檔 好 從剛剛等到下面 未接低 而且所有的均線 基本上全部站上 好 這個是已經沉積了 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好 這個是我認為 未接相對低的股票 好 那我現在來講到它這個部分 因為現階段大家在看元宇宙 其實如果用傳統的一個網路 當然是足夠 但是請大家注意 如果你是透過MCC 這所謂的關鍵任務網路的話 你的品質是最高的 好 這個就是很嚴 這就是我們在講的 當你在打AR或VR遊戲的時候 關鍵時刻 突然你的網路比人家慢了2秒 爛了3秒 然後你的圈圈正在畫畫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被擊倒了 你可能已經錯失到 關鍵的一個時刻 所以這個我認為會是 未來網路發展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新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要提前在今天 先跟大家報告 因為既然我找到了這個題材 我就希望第一時間跟大家講 就像我過去跟大家在報告的 不管是所謂的一個 元宇宙 我相信9月底跟大家講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不太懂 元宇宙到底是什麼 我們當時還講了一個什麼 NFT這個新的一個 新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都是已經市場上 很多在交易的 而我們國內其實在這邊 會一步一步的往世界的一個 這個趨勢潮流做靠攏 而且會越來越快 那我看到了今天這個 元宇宙發展到這裡的時候 相關的網路的一個股票 也都漲了很多了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3025的新通 投資朋友應該可以 好好去做留意 尤其是絕對價格便宜 而且股價已經整理 超過5個月 那麼過去它的績效 其實是相當不錯 3025的新通 像它去年 全是賺了1.1億元 那今年因為它整個的一個產品 在進行調整 上半年是呈現小幅虧損 但是第三季已經開始有機會 轉貴為盈 而且請大家注意 我從沒看過一家 網路設備商 網路系統商 它的一個毛利率居然最高 在109年的第三季 毛利率占季有來到62% 那今年的第二季 毛利率還有53% 這麼高的毛利率表示 這個真的是一個 特殊應用的一個市場 我覺得投資朋友 可以好好去做研究 不說 谢谢大家